满大街都是亡灵,几乎每过一个稍微大一些的街道都可以看到亡灵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07话 肉丘狮尘张开了煽动大嘴 之前被他吞饮进去的窟窿,辱尸,饿鬼一下子从他的胃里涌出来 木白金箍出声来,前面街道上全是亡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矮男冲着三人叫道 快走,不然我会被那只狮尘给盯上 果然,那只吞饮上千亡灵的肉丘狮尘 捕出来的眼睛缓缓地往这里活动 显然这家伙对法师有着特殊的胆质能力 几人都清楚,以他们的实力根本无法和统领及亡灵抗衡 于是,四人窜入到小巷子里,利用房屋做遮掩 抬起头来,天空被狭窄的道路夹着了一缝 缝隙中的云空中,仍旧可以看到肉丘狮尘呈现肉褐色掠薄 飞向城市更深的点 钟楼魔法协会 整个内城的巨大金色结界保护着 城门敞开,冗长的人流正在往城内挤去 紫色警戒下他们 唯一庆幸自己当下就在离内城不远的地方 北门处,往日里根本不对外开放的安远门 此刻也已经站满了众多法师 一片骂声此起彼伏 骂声难听之极 让这名星星并没有那么坚定的敬畏法师 已经面红耳湿了 一名年轻的敬畏法师焦急地说道 首席,您明明是抄戒法师 为何不出手 另一名敬畏法师呵斥道 左方,你镇定一些 就在这时,一名传令员已极快地速度赶来 在禁卫首席耳边说了几句 如此如此,这干这干 首席突然声音高靠 如钢铁敲打事实发出的声音一样雄浑 禁卫法师听令 消灭肉丘失臣 话音刚落 禁卫法师念起星座之咒 扬起风之意飞翔到结界外面 禁卫首席法师依旧站在城楼 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北面的这片城区 传令员低声道 卢欢,我没记错的话 你的家人都在南城吧 首席卢欢点了点头 传令员问道 有消息了吗 首席卢欢摇了摇头 这座城还有更多人的性命需要守护 城市街道纵横交错 人群乱成一片 人们各自逃命 协助的法师就更难保障他们的安全 矮男躲到巷子里喘口气 而旁边正好有一只俯士 正当那只俯士向矮男扑去的时候 莫凡一个伙子甩了过去 矮男破口大骂道 妈的,这种鬼东西到底有多少 莫凡,周敏,木白 矮男四人已经穿过了好几个街区 周敏指着前面那一排密集的房屋 街道说道 快了,跨过这座桥就是博城街了 这片截取好像暂时没有那些鬼东西 木白刚想要用女模具 来穿过前面这片杂乱的区 却被莫凡给制止了 模具能不用就不用 有可能会就泥泞 木白点了点头 突然 横跨了有四五百米的立交桥上 发出了一声巨响 四人抬起头 赫然发现 一只长着尖锐黑色翅膀的恶鬼 又力大无穷 一个手便能够举起一辆 停滞在立交桥上的轿车 更有火焰在窜起 声嘶力竭的惨叫声 从一辆红色汽车中传来 救命,救命啊,救命 莫凡望去 发现那只长着翅膀的恶鬼 又举起了一辆汽车 要往公路上砸 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 恶鬼便将那车带人 狠狠地往下面砸了过来 只听到那女人在半空中尖叫声 凄厉至极 莫凡骂了一句 妈的 一起宰了这恶鬼 千军一发 莫凡身子一下子沉入到了 立交桥的影子下 紧接着飞快的 窜到了那辆下坠在半空中的 红色轿车内 矮男大叫了一声 卧槽 这小子不要命啊 大祸鬼一见到由法师包围上来 便第一时间扇动着尖锐的翅膀 制造出黑色的鬼屋来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08话 一声巨响 整辆新款的红色轿车 达到了路面 直接就变成了一堆废铁 可也在同一时间 一团黑色的影子 以极快的速度掠了出去 并且迅速地闪到了立交桥下面 那团影子渐渐地清晰 正好穿着一件黑衬衫的莫凡 诡异地从隐隐中走出来 怀里还抱着一个紧紧闭着眼睛 吓得都已经昏绝过去的女人 矮男给莫凡竖起了大拇指 牛逼啊 木白问道 你到了一念新鬼的金睛了 嗯 先不说这些 来灭了这指挥妃的恶鬼 他将那女子放在桥墩下 他没过多久便醒了过来 正要感激涕零之时 莫凡又化为了一团影子 沿着桥墩 迅速地朝着立交桥之上窜去 木白迅速地完成了冰锁 他操控着这粗壮的冰链子 倾斜地缠住了立交桥的石护栏 形成了一个铁锁支梯 木白让周敏 矮男跟着上去 纷纷踩着冰锁 紧随莫凡所化的黑影 冲到了立交桥上 周敏说道 这是大货鬼 躲在夜幕里 刺激往人类脑壳上开血洞 矮男他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 开口道 你别吓我 周敏再一次提醒众人道 总之小心他的食指 藏有暗钩 很多楷模具都挡不住 莫凡皱起眉头问道 他是不是也拥有暗影性能力 周敏说道 对 所以巨影兵无效 必须让木白用冰锁困住他 这个狡猾的大货鬼 一见到由法师包围上来 便第一时间 煽动着尖锐的翅膀 制造出黑色的鬼屋来 矮男一见到大货鬼要制造混乱 手掌上就有一团乳白色的光团在闪耀 光耀 进化 往鬼屋的正中间抛去 散射出来的金色光辉 便将这些弥漫如汽车尾气的鬼屋 给进化了干净 所有的污浊与腥臭 也随之消失 最重要的是大货鬼那鬼影的生法 在光耀的照耀下变得非常清晰 木白再次描画出中阶冰气星图来 冰锁 长长的四条冰霜锁链同时出现 木白操纵着它们 迅速地在大货鬼的上方缠结 编织成了冰色金属状的铁链锁网 笼罩在大货鬼的上方 大货鬼刚要飞到空中 摆脱众人的魔法纠缠 结果冰锁编织的锁网 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 强行将它摁落下来 大货鬼的身上有冰霜在凝结 已经遍布了他两条胳膊 周敏剑矮男和木白都非常地有猎杀专业 顿时大喜说道 莫凡 该你了 莫凡现在已经掌握了一念星鬼的高端技巧 完成中间魔法 也不需要吟唱太长的时间 紫黑色的星鬼 一道接着一道流畅的出现 交织成了炫暗的星途 雷霆之力踊跃 随着莫凡目光 凝视大货鬼上方 煞时有一道羽目下的惊雷 笔直地坠落下来 触目惊心地照耀了这座立交桥 准确无误地轰在了大货鬼的翅膀之间 大货鬼即便力大无穷又能如何 光要令他失去了士族 因所困住了他的行动 这家伙完全变成了莫凡的魔法法 一旦霹雳狂舞所有的闪电 都轰在一个目标上 所造成的威力是相当可怕的 随着第三道 第四道 第五道紫黑色狂雷劈在大货鬼身上 大货鬼身子都陷入到了碎裂的桥梁底部 背部溃烂 焦黑 矮男给莫凡竖起了大拇指 够暴力 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一个中间魔法便接近秒杀战降级亡灵的 周明也没有闲着 很快补上了一个猎拳 地上 那绽放的死亡火焰花 吞没了大货鬼所在的位置 竟然是将立交桥都轰出了一个窟窿来 火焰剧烈燃烧 大货鬼翅膀已经被烧毁了 大货鬼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大块黑毯 周明的火焰是属于持续焚烧型的 过了这么长时间也都没有熄灭的迹象 将大货鬼最后一点生命都烧得丝毫不深 博城街镜头 一栋外层有铁皮包裹的坚固屋子 十几头俯视蜂拥而来 一个个满嘴疗牙 满手鲜血 看得人头皮发麻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09话 矮男见大货鬼已经死透了 胆子极大的走了过去 掏翻着大货鬼尸体 莫凡问道 都烧成看了 你还在找什么 矮男手段麻利的将亡灵结界给取出来 矮男将亡灵结晶打成了两半 其中一半递给了莫凡 这东西大有用处 莫凡眼睛一亮 他现在最为担忧的就是魔能 莫凡将亡灵结晶放在手掌心上 当他用意念叹入之时 果然有一股鲜活的能量注入到自己身体里 原来这东西有妙用 矮男说道 这东西能补充葛系魔能 生效又快 比药剂好用多了 随后 莫凡将这股能量 关入到召唤系新营 召唤系魔能便是小颜鸡和急新郎的口粮 他们两个现在精疲力尽 正在修养 莫凡严肃地对大家说道 离内城墙还很远 我们这一路要尽可能地节省魔能 周敏 木白都是点了点头 博城街尽头 那是一栋外层有铁皮包裹的坚固屋子 里面放着坚固的铁笼 原本是用来锁住一些抓不来的妖魔的 铁笼很大 接近一个房间 里面颤颤巍巍地站着 大概六七个人 其中 王三胖和赵坤三两个人就在里面 王三胖对身旁的那个少女说道 祖宗 求你别哭了 哭声把亡灵引来 我们就全完蛋了 少女哽咽着 强行不发出声音来 可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恐惧 匿名黑色机车青年说道 我们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 不如撤离吧 赵坤三骂道 我草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前面有很多的腐蚀 根本过不去 过去的人全死了 不然 屋子外面传来了一声腐蚀的叫声 躲在铁笼子里的众人 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呼吸都要停止了一半 赵坤三已经开始拜佛了 别过来 别过来 去别的地方 求你了 可是拜什么来什么 那只腐蚀嗅到了里面 传来的鲜活肉维 竟然强行撞开了铁门 也不管铁皮插入他的身体里 静止地朝着铁笼子 这里走来 王三胖骂了一句 妈的 没了他 赵坤三松了一口气 就一只 我们俩都能杀 两人立刻走出了铁门 赵坤三看了一眼王三胖道 我来吸引他注意力 以四肌攒了他 王三胖也看了一眼赵坤三 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吧 下一秒 两人同时一阵恶寒 尼玛 我们一个风系 一个土系 都是位移魔法 杀个毛线啊 赵坤三怪叫了起来 而此时 那只俯狮已经冲了过来 他们两人反应极快 马上施展出了 第三级的地波和风鬼 赵坤三绕着这个厂房狂奔 俯狮也在追着他 王三胖停下喘了喘气 赵坤三大喊道 还停下来做什么 快想点办法呀 就在俯狮快要捉住他腿的时候 赵坤三一脚踹到俯狮头上去 王三胖大喊道 看你胖也呢 地波 王三胖施展出地波 身体诡异地 出现在了王林的后方 他的手掌心上 突然间有金色的光芒闪掉 迅速地化作了一笔尖词 在那只俯狮没有留神之际 狠狠地插入他的后脑勺里 看到俯狮缓缓倒下 赵坤三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给王三胖竖起了大拇指道 没有想到你还有防身的家伙 躲在铁笼子里的那五人也都庆幸 看来关键时候 还是法师鼎用 看了一眼被撞开的铁门外 下一秒 他的脸色铁青了 大喊道 快进来 话音刚落 那破损的铁皮门 突然间被一股距离给撞开了 紧接着 就是十几头俯狮蜂拥而来 他们都要把整个厂房门给填满了 一个个满嘴獠牙 玩手鲜血 看得人头皮发麻 两人急急忙忙冲到大铁笼里 立刻用锁链 把铁笼门给反锁了起来 一只俯狮半截身子都要钻了进来 他们几个绝望之际 莫凡等人及时出现了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10话 腐尸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撞了上来 撞得整个铁笼嗡嗡作响 笼子里的人都陷入了绝望 一时间 铁笼周围挤满了腐尸 他们又啃又挠 一个个都是要活吞了笼子里面的人 赵坤三一屁股坐在地上 整个人陷入了绝望 完了 完了 这么多腐尸 王三胖说道 这笼子还撑得住 那机车青年已经下得尿裤子了 迟早会被砍掉的 王灵是最切而不舍的生物 即便这铁笼的材质特殊 但也根本架不住十几只腐尸的催弹 很快就有铁杆有断裂的迹象 其中一只腐尸半截身子 都要钻了进来 他们几个绝望之际 忽然屋外传来了一个威严之声 雷音 紧接着便是成片成片的雷电蟒蛇 飞向了铁笼这里 窜到了那些腐尸们的身上 十几个腐尸竟然全部被麻痹倒在地上 身体却无法动弹半分 莫凡走了进来 赵坤三和王三胖两个人 差点跪地叫祖宗显灵了 莫凡来得太及时了 而铁笼里吓傻了的少女 和那尿裤子的机车青年 也都正正地看着莫凡 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么多腐尸 竟然被这人一个魔法 便全部给打倒了 莫凡手臂上仍旧有雷电运击 这些雷电不停地窜出 持续地电梯着那些腐尸 趁他们爬起来前 快速处理掉吧 周明也不客气 朝着地上的每一具腐尸 都释放了一团火锅 焚骨 成他们不能动弹的时候 将他们全部烧成灰 木白走了进来 发现铁笼子里加上赵坤三 王三胖也才欺人 不免皱起眉头来 怎么猜这点人 矮男说道 能带走几个是几个 莫凡 现在有个严重的问题 前面过不去 那只肉丘尸臣简直要命 莫凡听了他们两个的讲述后 也是一阵头疼 很显然 前方横着的主干道上 便有一只肉丘尸臣 那里有上千只亡灵 除非绕很大的路 否则根本无法继续前行 先看看再说 我们不和师臣交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绕道的话 说不好 我们后面涌上来的 王林大军给吞没了 这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主干道 沿边商铺 商场 写字楼 大厦耸利 数值能够穿过的街道巷子 却非常少 正中央的直通安远门的 大口干道 更是被王林给盘踞着 主干道聚集的人会更多 以至于王林 也会疯狂地往这里游 于是 所有的主干道 甚至还有一座楼一样的肉丘尸尘卡在那里 完全就是一座肉扇 连法师都休想从他的面前穿行而过 矮男躲在一栋楼的阳台上 声音发寒地说道 这简直是一条死街了 木白说道 王林数量太多了 光凭我们几个很难闯过去 矮男说道 不出意外 这附近应该会有别的法师 我们得找到他们 和他们连起手来 否则大家都要死在这里 莫凡点了点头 矮男行动起来 也干脆 我去找人 莫凡也没有干等着 吩咐众人道 我去查看前面的情况 木白 周明 你们在这里保护他 话音还在他们裹藏的楼里回荡 莫凡却已经不见了声音 在这种楼房耸立的地方 莫凡其实行动起来 也非常的方便 有阴影的地方便可以摸动 交错的楼影和某些死角 都是莫凡的踏板 可以自如地穿梭 莫凡借着遮阳伞的弹力 终于落到了地面 谁知一转头 就看见一只恶鬼在伞下面 恶鬼怪叫了一声 就朝着莫凡扑了过来 莫凡伸手也算矫健 往侧面一跳 躲开了对方的扑击之后 马上将手掌上的雷电送过去 电弧唧啪乱响 一下子缠满了这只恶鬼全身 几十次电击同时产生 电的这恶鬼外焦里嫩 浑身抽搐 大有跳起霹雳舞的感觉 小小的残破 飘入到了小泥丘坠中 莫凡也有些意外 这就死了 莫凡刚要离开 突然间看见了街对面的一座西餐厅 上方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的男子 有会飞的法师 男子的声音突然间从对街飘了过来 声音清晰的宛如在旁边响起 你们那有多少人 暗影法师 莫凡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 这是星下之前有使用过的心灵之音 莫凡站在了露台高处 目光往下看去 赫然很多人挤了过来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11话 莫凡返返回到了大家窝藏的地方 让莫凡诧意的是 这屋子竟然多出了四五十号人来 真不得不佩服矮男拉帮结派的能力 木白问道 发现了什么了吗 莫凡说道 嗯 遇到一名叫左蜂的禁卫法师 人群里 一名裹着毛帽子的中年法师 惊喜地叫了起来 禁卫法师 有救了 这下有救了 一名浓妆艳抹的女法师说道 太好了 原来禁卫法师出动了 我就说 大家不要轻易放弃啊 有禁卫法师为我们开路 我们可以安全度过这一段 莫凡郑重其事地再讲了一遍 不不不 你们先安静听我说 他让我们尽可能聚集人数 跑趁他们对付肉丘尸臣时 一起冲出去 一个秃顶老头说道 所以 有禁卫法师开路 我们不就能安全离开了吗 莫凡摇了摇头白手道 他们要全力对付尸臣 路上亡灵得由我们自己收拾 一个少女已经带着哭腔了 不会吧 他们不是来救我们的 那名浓妆艳抹的女法师说道 大家别慌 我们法师数量也不少 只要听同安排 还是有希望的 莫凡问了一句 木白 你说怎么搞 木白很直接地说道 我觉得要人多 你们听过白蚁求生理论吗 木白平静地给众人讲述道 有一群白蚁群体前途 前方却突然出现了火墙 假如就这样冲过去 他们全会被烧死 于是 白蚁们集中抱团 火成了一个大白蚁球 滚向火焰 外层的白蚁被烧死了 大部分白蚁则平安脱身 一屋子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众人脸上的表情都难看至极 一名一字 胡须的男子说道 他说得对 所有人安全过街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人数太少 硬闯的话 全部都会死 穿着鼻挺的西装男说道 那么如果聚集的人够多 有人会牺牲 但大部分人 还是能够安全过去 胡须男子说道 多找点人吧 让大部分人能安全过去 很好 主干道的亡灵太多 我们在后排的那栋楼集合 莫凡站在了露台高处 目光往下看去 赫然发现 人群已经挤到楼房之外了 莫凡说道 中阶法师一共是17个 加上出阶不到百人 木白说道 亡灵分散在各处 死亡率大约七分之一 莫凡感叹乱使人民卑微之时 突然间 下方好像出现了争吵 矮男一把揪住了一个 穿着黑皮夹克男子 声音带着几分寒意 不要让我再重复一遍 让抱婴儿的到中间去 黑皮夹克男叫肖道 凭什么呀 他一个大男人 就因为抱着一个婴儿 矮男也不跟那人废话 直接把他从人群里拖了出来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扔到街上去 黑皮夹克男秒怂了 听你的 听你的 让他排到里面去 为了不再引起人群不满 那名抱着难婴的男子 最终面无表情地 把孩子交给了一名大妈 这小家伙就麻烦你了 大妈倒是有良知 接过了哭闹的小马海道 我可怜的孙子 现在也不知下落 放心 我会把你儿子照看好了 吐槽完后 矮男仰起头朝在高处放松的莫凡 打了一个手势 示意大部队要开始过死街了 穆白已经不自觉 成为了这群人的领导者 他特意对高处的莫凡说道 莫凡 高处就交给你了 这个声音传了过来 暗影法师 让你们的人准备好 记住 动作一定要快 声音还在莫凡耳边回荡 紧接着 便感觉街道上空 卷起了一阵凌乱的气流 吹打着那些没有关紧的窗子 一阵哐当乱响 莫凡一眼扫去 立刻发现 那名叫做左锋的近卫法师 已经出现了 地面上成群的亡灵 都感觉到脑袋有东西 一个个迟钝的扭转脑袋 而近卫法师左锋 已经飞出了有上百名远 这群笨拙的家伙 才迈开腿追了过去 莫凡感叹了一句 这个左锋是有意 先引开一批亡灵 好让大家过街 好人啊 左锋沿着街道 保持着一定的高度飞过 左锋已经飞到了 离肉丘尸尘 不过是两百米的位置 肉丘尸尘喉咙的下方 竟然还有一个更小的嘴 正不断地往外面吐着东西 吐出来的赫然是一具一具枯龙 左锋看得一阵不寒而栗 翠尸化空 一只腐尸半截身子 都要钻了进来 他们几个绝望之际 莫凡等人及时出现了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 四百一十化 腐尸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撞了上来 撞得整个铁龙嗡嗡作响 笼子里的人都陷入了绝望 一时间 铁龙周围挤满了腐尸 他们又啃又挠 一个个都是要活吞了笼子里面的人 赵坤三一屁股坐在地上 整个人陷入了绝望 完了 完了 这么多腐尸 王三胖说道 这笼子还撑得住 那机车青年已经吓得尿裤子 迟早会被砍掉的 亡灵是最切而不舍的生物 即便这铁龙的材质特殊 但也根本架不住十几只腐尸的催弹 很快就有铁杆有断裂的迹象 其中一只腐尸半截身子 都要钻了进来 他们几个绝望之际 忽然屋外传来了一个威严之声 雷印 紧接着便是成片成片的雷电蟒蛇 飞向了铁龙这里 窜到了那些腐尸们的身上 十几个腐尸竟然全部被麻痹倒在地上 身体却无法动弹半分 莫凡走了进来 赵坤三和王三胖两个人 差点跪地叫祖宗显灵了 莫凡来得太及时了 而铁龙里吓傻了的少女 和那尿裤子的机车青年 也都正正地看着莫凡 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么多腐尸 竟然被这人一个魔法 便全部给打倒了 莫凡手臂上仍旧有雷电运击 这些雷电不停地窜出 持续地垫及着那些腐尸 趁他们爬起来前 快速处理掉吧 周明也不客气 朝着地上的每一具腐尸 都释放了一团火箭 焚骨 成他们不能动弹的时候 将他们全部烧成灰 木白走了进来 发现铁龙子里加上赵坤三 王三胖也才欺人 不免皱起眉头来 怎么猜这点人 矮男说道 能带走几个是几个 莫凡 现在有个严重的问题 前面过不去 那只肉丘尸臣简直要命 莫凡听了他们两个的讲述后 也是一阵头疼 很显然前方横着的主干道上 便有一只肉丘尸臣 那里有上千只亡灵 除非绕很大的武 否则根本无法继续前行 先看看再说 我们不和尸臣交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再绕道的话 说不好 我们后面涌上来的亡灵大军给吞没了 这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主干道 沿边商铺 商场 写字楼 大厦耸立 数值能够穿过的街道巷子 却非常少 正中央的直通安远门的大主干道 更是被亡灵给盘踞着 主干道聚集的人会更多 以至于亡灵也会疯狂地往这里游 于是 所有的主干道 基本上都是亡灵最密集的地方 甚至还有一座楼一样的肉丘尸臣卡在那里 完全就是一座肉扇 连法师都休想从他的面前穿行而过 矮男躲在一栋楼的阳台上 声音发寒地说道 这简直是一条死街了 木白说道 亡灵数量太多了 光凭我们几个很难闯过去 矮男说道 不出意外 这附近应该会有别的法师 我们得找到他们 和他们连起手来 否则大家都要死在这里 莫凡点了点后 矮男行动起来也干脆 我去找人 莫凡也没有干等着 吩咐众人道 我去查看前面的情况 木白 周明你们在这里保护他 话音还在他们裹藏的楼里回荡 莫凡却已经不见了声音 在这种楼房耸立的地方 莫凡其实行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有阴影的地方便可以磨动 交错的楼影和某些死角 都是莫凡的踏板 可以自如地穿梭 莫凡借着遮阳伞的弹力 终于落到了地面 谁知一转头 就看见一只恶鬼在伞下面 恶鬼怪叫了一声 就朝着莫凡扑了过来 莫凡伸手也算矫健 往侧面一跳 躲开了对方的扑击之后 马上将手掌上的雷电送过去 电弧唧啪乱想 一下子缠满了这只恶鬼全身 几十次电击同时产生 电得这恶鬼外焦里嫩 浑身抽搐 大有跳起霹雳舞的感觉 小小的残破 飘入到了小泥丘坠中 莫凡也有些意外 这就死了 莫凡刚要离开 突然间看见了 街对面的一座西餐厅 上方有一个 穿着紫色衣服的男子 有会飞的法师 男子的声音 突然间从对街飘了过来 声音清晰地宛如在旁边响起 你们那有多少人 暗影法师 莫凡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 这是星夏之前 有使用过的心灵之音 莫凡双手缠绕着雷电印记 他将这些雷电 狠狠地往盘踞在 路障外的俯师们抛去 密密密麻麻地 雷电化作了一个雷电立场 不断地在那些 俯师的身上传递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 413话 木白的冰锁 飞舞在人群上空 将那些企图 跳到人堆里面的恶鬼 给狠狠地拍飞出去 杜勒康也是年轻气盛 这种情况下 还想要攀比 竟然强行操控 其武跟冰锁 可是分心操控越多的冰锁 就越要高度集中精神 他并没有发现 他守着的方向上 有一个急速窜动的鬼 正贴着巴士侧面 潜伏了过来 幸好杜勒康的女伴 及时发现了这个家伙 立刻提醒了一声 杜勒康 鬼匠 杜勒康一转身 猛然发现 拥有蜘蛛族一样的人生鬼怪 已经爬到了巴士上 那蜘蛛立足 直接飞窜了过来 杜勒康反应还算很快 立刻掉遣回一根冰锁 试图将这个鬼匠给捆绑住 谁知这鬼匠身法灵敏至极 一个贴着巴士铁皮的侧翻转 轻松地躲开了这条冰霜锁面 六族闪烁着寒芒 就要刺穿杜勒康的身体 杜勒康慌忙之间 换出了一个盾模具 那是由深海蓝珠子 立即排列成的盾 防御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 尽管勉强挡下了 这猪鬼匠的致命一击 杜勒康身上 却出现了六个血窟窿 血窟窿都在杜勒康的动脉 血一下子喷了出来 杜勒康的女伴 花容失色地叫了起来 乐康 快救救他 亡灵的数量不比人少 哪怕离他最近的木白 现在也被二十多只骷髅给缠住 哪里还念得出魔法去就杜勒康 那只猪鬼将见一击 只是重创 那张猙獰的脸上露出了几分阴痕之色 他调整了位置 故意等杜勒康身上悬浮着的深蓝猪盾消失 再取他的性命 盾模具持续的时间都不长 终于猪鬼将身子往下一沉 已经在蓄力了 猛然间 猪鬼将的上空惊现出了一道紫黑色的闪电 数十米长的高度近乎和旁边的楼房齐微 惊雷就砸在猪鬼将的身上 这狡诈的鬼将随着巴士凹陷的棚顶缠了下去 还未等这鬼将用六族支撑身子时 上空又是一道狂雷披露 在轰鬼将身躯 巴士顶棚铁皮爆开 猪鬼将直接被轰到了巴士内部 身体被垫得一片焦黑 雷电再次华丽与毁灭并存的出现 穿过了巴士顶棚的那个空洞 落在了猪鬼将的身上 这一次猪鬼将已经浑身发颤 骨头尽碎了 巴士顶上 杜勒康身上还在流血 但他此刻有些不敢相信的拍起头 看着一直的那个黑色衣服的青年 杜勒康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家一致 让他再站在高处了 雷系 原来他是雷系法师 木白见杜勒康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百忙之中解释了一句 上面那家伙的毁灭能力 可以顶上一个小团队 绿色的残破 从巴士底下飘了出来 慢悠悠地落到了小尼秋坠面 王林还在持续地涌过来 莫凡瞥得一眼人潮 这整条斑马线上也已经全部都是人 从莫凡这里看下去 完全是脑袋挤着脑袋 但是 即便九十多名法师在两旁保护 仍旧是有一些行动诡异的恶鬼 跳入到了人群 闯入人群的恶鬼 莫凡是毫无办法的 一个猎拳轰过去 倒是能秒杀他们 但被自己魔法轰死的人 估计更多 莫凡将黑色的王林杰金 用拇指与食指捏嘴 丝丝能量在他意念的牵引下 流入到了他雷系星云之中 这是莫凡第二次使用战将级的亡灵捷径了 只回复了八分之一的魔能 深呼吸了一口气 莫凡面无表情的描画起了星图 一念星轨之下 令他初见魔法的描画 几乎一念之间完成 双手缠绕着雷电应急 他将这些雷电 狠狠地往盘踞在路障外的腐狮们抛去 密密麻麻的雷电化作了一个雷电立场 不断地在那些腐狮的身上传点 可是 腐狮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每只腐狮能够遭到的雷击变得稀少 以至于没法将它们完全麻痹住 这群腐狮一起冲撞着汽车累起来的路障 一下子冲出了一个缺口 顿时成群的腐狮扑向了后面的人潮 莫凡本来想要转过头去置之不理 可听到一群小孩的尖叫声 脸色已经有些苍白的他又是一咬牙 再强行描画出了一个星轨来 月色的星轨在半空中撕开了一个空间裂痕 一只身上还带着伤的狼兽从里面飞窜了出来 莫凡朝吉星狼下达了命令 吉星狼杀光它们 肉丘尸臣每踏跃一步 整条街道和两旁的楼房都剧烈地震动起来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14话 吉星狼踩出了一片空旷 浪文仰天一笑 煞时沙尘无端仰起 以毛发飞舞的吉星狼为中心 卷成了一个狂暴的沙尘飓风 沙里打在腐尸的身上 腐尸们根本不觉得疼痛 可是随着沙尘飓风越演越烈 这些腐尸被拔地而起 刀刀地抛到了空中 承受狂风与狼爪的撕裂 整个飓风里 不知撕碎了多少腐尸与恶骨 猛地发现那群腐尸全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狼藉 断肢 内脏 肉块 血浆 这一切血淋漓中央 一只毛发也染成了血红色的骏武狼兽站在那里 他重重地喘息着 不断吐出白色的气 治愈 一个少年念出了魔法的名字之后 紧紧地咬着唇 少年目光坚定 满头大汗地完成了这出肩魔法 治愈之光终于如荧光的犬叶 出现在他手掌上 这个白皙嫩白的少年 欣喜地将治愈光叶 撒向了伤痕累累的急心狼 急心狼背上长长的一条尸爪之痕 沐浴了这治愈光叶之后 便极快地在愈合 少年显得有些激动 正要转身时 却突然间发现一个黑色的男子 邪意无比地 从一团影子中 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少年认得这人 你实在上面保护我们的法师 莫凡问道 你多大了 治愈系少年说道 16岁 让我跟着你吧 我可以给你的召唤受疗伤 莫凡平淡地说道 不 你必须离开这里 治愈少年说道 可我已经可以 莫凡拍了拍治愈少年的肩膀 去治疗活下来的法师 等于救活一群人 莫凡没和这个少年多说 直接命令急心狼 将这少年送离这里 人潮的末端 已经渐渐抵达中央 莫凡继续留在高处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反倒是这段后的工作 无奈之下 莫凡只能够从高处跳下来 负责守住人潮的末端 人潮末端 确实最为威胁 死亡率远比两侧的要高 若不是莫凡和急心狼守在这里 整个尾巴估计都会 被涌入的那群骷髅 恶鬼堵截在道路半中央 莫凡再捏碎了一颗亡灵结晶 星云之中魔能 仅仅恢复了16分之一 微乎其微 街道不远处 一声轰隆的咆哮声传了火 莫凡扭过头去 那些铁皮车辆 竟然都被卷飞到两旁 汽车翻起 像是给一个巨大的机械 让出道路来一板 这股黑暗吐息 正翻滚了数百米打过来后 肉丘尸尘 是肉丘尸尘的黑暗东西 该死的 那两个高阶法师 难道没有制住他吗 一想到这个肉丘尸尘 还会将这些人 全部吞到肚子里 转化成窟窿 莫凡便感觉浑身汗毛树 左风心灵之音传了过来 声音中带着 无限的自责与黄鹏 暗影法师 快疏散人群 我们俩都被缠住了 尸尘要杀所有人 莫凡破口大骂 该死 你就不应该让你同伴离开 左风说道 有个同道回去传消息 不然死的人更多 肉丘尸尘每踏跃一步 整条街道和两旁的楼房 都剧烈地震动起来 莫凡高呼了一声 快做点什么 他冲过来了 经为法师左风 在后面追着 可惜他现在根本 施展不出有效的魔法 来阻挡肉丘尸尘那毁灭的步伐 你快跑 别做没意义的牺牲 这体型 以及这弹跳的能力 莫凡感觉有一座山 正在以跑车的速度撞过来 好 这是莫凡脑海里 唯一一个念头 这种生物 根本不是莫凡 现在能够阻挡得了的 可是 街道上有三四百人了 肉丘尸尘 一口就可以吞掉上百人 在一个黑暗口溪 又屠杀百人 这剩下的六百来人 根本不够 这只肉丘尸尘杀的 左锋用心灵之音 朝着莫凡大喊着 逃啊 活着比什么都强 别犹豫了 快逃 莫凡让小颜姬附体 带着这熊熊之火 直接撞入到了莫凡的胸膛中 火焰蛟龙 同时轰在了肉丘尸尘的肉山身躯上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 四百一十五画 人群一片失心恐慌 他们已经看到了肉丘尸尘 面对亡灵群 人还会有求生意识地逃 那位治愈系的少年 满脸惊恐地看着不远处 耳边全是左锋的嘈杂 莫凡怒气一下子就爆发了 叫叫叫 就他妈知道叫 你们经为法师名头那么响 就不能干点让人省心的事 经为法师左锋无比错愕得 听着莫凡的骂声 你你说什么 莫凡没有再理会左锋 嘶吼声响起的时候 小颜姬已经从他的契约空间中 自己钻了出来 这个心意相通的小棉袄 会议了爸爸内心的好目 莫凡下达指令 附体 小颜姬尽管疲倦 但还是将全身燃起了天节之火 带着这熊熊之火 直接撞入到了莫凡的胸膛中 顿时 天节烈火从莫凡的身上爆散开 剧烈到数千火蛇同时狂舞 狂火焚烧 身躯一片灼然的莫凡 却在此刻闭上眼睛 他的意念如闪电一般 进入到小霓丘坠的天地间 刚刚凝炼的一颗金破 被莫凡取了出来 并且以最快的速度 输送到精神世界的火系星云里 火系星云因为魔能的缺失 而有些暗淡 但是48颗星子 却因为使用金破强化过后 变得精英火透 精神世界内 49颗星子全部聚燃 体外 莫凡被飞舞的烈焰 衬托得如火焰魔人 一般狂圈 他左手抓住右腕 右手腕上火焰能量澎湃的 随时都要冲出身体 可以看到莫凡的手臂上 竟然被一条条细细的火焦给攀附着 宛如他臂上栩栩如生的焦纹 飞扑而出 允拳 九焦 拳出 火芒暴闪 呼啸的烈焰卷起的滔滔巨响 更如焦织狂凝 震响了整条长街 九焦飞扑 卷起的烈焰 烧出了长长的一片火盒 火盒就从两旁的楼房之间卷过 玻璃 窗子因为能量的磅礴 而全部炸裂 九条触目澎湃的火焰焦柱 笔直地轰来 火焰焦龙同时轰在了 肉丘失臣的肉山身躯上 雄浑的火焰冲击力 竟然将这样吨位的身体 给撞飞了出去 火焰爆散 九条火焦在碰撞了之后 变成了数百道火热 一下子在宽敞的街道上飞舞了起来 燃成了一片更加鲜艳炙热的火盒 连绵了上百米 而肉丘失臣在半空中被击中 身子宛如一座山球倒飞了出去 继位法师左锋拍打着风之翼 满脸惊恶地转过头去 这一拳 生生地将这肉丘失臣给轰飞了 第四级猎拳 左锋稍稍回过神来 可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推断 第四级猎拳纵然威力强劲 但也绝没有可以达到 刚才那九焦气飞的震撼 那已经是不逊色于高阶的火系魔法了 另一位精卫法师急忙喊道 左锋愣着做什么 他受伤了 快用射魂控星 左锋这才回过神来 马上施展出射魂控星 肉丘失臣被左锋控制住心灭 身体蛮横地冲撞了起来 朝着人朝反方向冲了出去 那些跟随着他的回家 骷龙们便遭受了毁灭打击 成片成片的亡灵 被这个家伙扭压至死 众人都看呆力了 随后涌起了一阵狂乎 而那些原本都要放弃人们的法师 更是一个个看怪物一样看着莫凡 一拳打飞了铜领级亡灵 这家伙不是怪物是什么 矮男最先反应过来 顿时高喊了一声 愣 愣着做什么 闲命长 还不快跑 已经有法师尖叫了起来 我的天 铜领级亡灵 他刚才轰飞的 真的是尸臣吗 楼顶上的莫凡坐在地上 终于炼成了呀 感受到这允泉九娇狂暴食威力后 莫凡简直要仰天大笑了 莫凡很疲惫了 莫凡索性就躺在急新郎的背上睡去 有什么情况 这家伙也会叫醒自己的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16话 这允泉九娇的威力 绝对达到了高阶魔法的水准了 可是磨弄一下就空了 莫凡高喊了一声 两位 剩下交给你们了 没有了这些小鬼 小将的干扰 两位近卫法师更可以放开手脚 高阶魔法一个接着一个 镇的这条街都快散架了 国字脸近卫法师问道 左锋 那个人是谁 左锋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街道上已经不见了那个青年的身影 说道 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是个暗影系的大学生 国字脸近卫法师说道 要不是他 这回真要酿成大火 只是 把火系强化到第四集 怎么也得两地多吧 左锋依旧有些恍惚地说道 总之 他的第四集猎拳救了我们大家 左锋目光 扫过这座雨水浇灌的古城 结束后我们再去好好感谢他 能解决这场危机的话 一定要去的 莫凡很疲惫了 确实是从昨夜一直战斗到现在 吉星狼经过治疗了之后 还算撑得住 莫凡索性就躺在吉星狼的背上睡去 有什么情况 这家伙也会叫醒自己的 莫凡没往内城了 他得去找柳如 吉星狼驮着莫凡寻着柳如的气息前行 单独行走也好 吉星狼鼻子灵 可以避开一些不必要的战斗 抵达一个青砖巷子 吉星狼静直地朝着巷子镜头一家屋子走去 莫凡被他这么一颠簸 整个人都醒了 他在这 吉星狼还没回答 屋门一下子就打开了 柳如叫道 莫凡 你没事吧 莫凡感觉柳如不对劲 皱着眉头问道 有人欺负你了 外头冷 先进去再说 柳如把莫凡带进了屋里 屋里难得有火炕 很暖和 正好缓解一下莫凡之前的疲劳 莫凡说道 你怎么看上去很虚弱 柳如点了点头 我受伤了 当下将自己保护华村村民来 以及方谷出现的情况描述了一遍 莫凡苦笑地说道 还以为找到你 我就安全一些了 柳如见莫凡那副样子 眼睛里却闪烁起了光芒来 没关系 有你在我就能很快回府 莫凡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一股醉人的香气就扑鼻而来 紧接着就感觉一个烫烫的燕唇吻在了自己的脖颗上 舒服得如同浑身都触电了一般 柳如声音细如文音 你 你有办法 柳如点了点头 随后让莫凡先休息一下 然后就出去了 另一头 内城区 钟楼高高耸起的瞭望塔上 一个苍老的泥南声像是低声音场 更像是在为这座城市做死亡的祷告 族群 部落 国度 亡灵国度 亡灵国度 能够号令这么多亡灵呢 大议员著蒙 深色惨白地说道 这个亡灵国度的国主苏醒了吗 钟楼魔法协会会长 韩记叹了口气道 那要看看究竟是哪个时代的亡灵国主 吹咒着眉头问道 会长 你说的他是 会长韩记并没有直接吐露处在 实在是他根本不愿意去相信 和这座城一个年龄的东西 博城灾难是为这次的古都浩劫 做的一次预言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17话 内城区 乌云黑压压 直催古都行海 这些凶灵是杀不尽的 山峰之师还在北城持续抛头肉丘尸臣 大军主交给近卫首席吧 他是最强战斗法师 灵溪说道 南面的魔角鬼主交给我的人吧 著蒙问道 西面是什么东西 至今还没有出现吗 李大师家家主李玉坚说道 应该是擅长遁影的鬼物 没有见到真身 著蒙一员声音沉了下来 真是和博城灾难如出一辙 忽然 一个陌生的声音 闯入了众位高位者的谈话 不是如出一辙 众人转过身去 发现一个将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男子 缓缓地走了上来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宛如看出了这一切 韩记扫了一眼此人 淡漠地问道 你是谁 包裹岩石的男子 明显不会暴露自己身份 他扫了一眼 在钟楼瞭望塔上这群人 没有回答韩记的问题 而是接着刚才的话道 博城 不过是撒朗的一个实验点 是为这次的古都浩劫 做的一次预言 在场的可都是上位者 高层 至尊法师 可在听到这句话后 都不禁感觉冷到了骨髓之中 雨淋淋 风潇潇 钟楼瞭望塔内 却是一片寂静无声 古老的王还没有完全苏醒 八方王军 却已经借着大雨侵占宏度 为的是创立一个 更加庞大的亡灵国度 著盟有些难以置信 古老王 灵溪平静地 看着这位神秘人道 知道这些又有何意义了 我更希望听到 如何去化解这场浩劫 首先 我们必须阻止这场雨 我们连九幽之路的来源都不知 如何去阻止 九幽之路 正是来自八个微居村 时代守护的昆井井水 总教官飞角 双眼无神地说道 微居村 竟然是微居村 著盟一员眼睛大亮了起来 脸竟然有些帐红啊 昆井源泉可以化解九幽之路 不多 九幽之路由昆井源泉提炼而来 也能由其化解 但八个微居村 都遭到了黑教廷的毒手 这么说 井水岂不都落入他们手中了 不 还有独一份井水 再一名亡灵法师 方鼓哪里 可是 仅仅一份 阻挡不了混了七份井水的大雨吧 我们只要用它来争取半日时间 好风硬无老王 韩记说道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总教官飞角说道 我看行 灵溪开口之问道 我们相信你 只是你为什么不打算把面具摘下了 神秘男子摇了摇头 语气生硬的道 抱歉 我不能确定 在座几位中是否就有撒朗的同党 或者说 有人就是撒朗 李渝坚然大怒道 开什么玩笑 我们都是身居高位者 黑教廷岂有那个资格渗透 多说无意 我们最好敢在黑教廷之前 找到这个方法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会长韩记选择相信 事实上他从一开始脸上就没有什么表情 甚至时不时会与神秘灰白男子 有眼神之间的交流 事不宜迟 我这就通知敬畏法师 神秘灰白男子眼里露出了一丝笑容 似乎我的人已经找到他了 助蒙也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嗯 先拿到昆景之水再说 我现在就去见我的人 你们稍候 众人点了点头 等待此人的消息 助蒙议员倒是看出了些什么 低声询问会长韩记道 你的人 韩记微微点了点头 并没有声张 助蒙接着问道 审判会的 韩记摇了摇头 审判会恐怕也遭到了一些监视 我是派外人来做的 黑教廷也是倾巢而出了 没想到黑教廷连这级别的人也能渗透 两人低声细语 目光也在扫射着周围的这些人 一名敬畏法师从高处飞落了下来 满脸湿润地对瞭望塔上的众位说道 钟楼南面后巷 发现了一具尸体 似乎是刚才那位神秘男子 众人大惊失色 什么 助蒙大怒道 这 这 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行凶 可恶 该死的黑教廷 柳如行动速度极快 他拉着莫凡在街道 楼房之间急速狂吃 那一排排整齐的高耸路灯 变成了他的空中高速公路 莫凡在半空中被颠簸的人都不好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18话 助蒙大怒道 这 这 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行凶 黑教廷这般畜生猖狂到了这种程度 军司陆续说道 会长 这可如何是好啊 长老灵溪说道 我们真的太低估黑教廷了 总教官飞脚说道 现在方鼓的去向断了 我们该如何找到他 城市之大 又如此纷乱 倘若让黑教廷的人先将他找出来 我们岂不是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就在众人一片惊恶之时 一个穿着灰白色衣裳的人 缓缓地从一旁走不出来 这人在大家身后发出了声音 声音竟然和刚才完全一致 正如方才说的 在座之中就有撒朗的同党户本人 请原谅 我要派人监视众位 以防后续行动泄露 祝蒙也愣住了 回头看了一下尸体 又看了一眼 还活脱脱站在身后的灰白色神秘男子 灵溪愣了一下 但很快恍悟过来了 你没死 神秘灰白男子走过了人群说道 以防万一 我预先安排手下假扮我去接应消息 结果如你们所见 不出意外的话 潜伏在这的就是撒朗本人了 神秘灰白男子恭敬地给韩记行了一个礼道 会长 您来下达后续指令吧 韩记大手一挥 古都威在旦夕 我钟楼魔法协会也是逼不得已 诸位 得罪了 浩劫若能平息 谢某必向大家谢罪 顿时禁为法师涌现 迅速地将这群高层人员给团团围住 韩记在一挥手 一片紫色的灵魂之链飞来 迅速地束缚住了在场的众人 猎者联盟长老灵溪深呼吸了一口气 目光坚决地看着会长韩记道 会长 但愿你这样做不会酿成更大的过错 失去了我们 八方王军将无人可应对 不出此险奇 古都必覆灭 我的人会尽快找到方部 让亡灵大军暂且沉睡 另一头 莫凡睁开沉重的眼睛 目光扫了一眼周围 柳如看见莫凡醒了 脸上满是温和的笑容 莫凡开口说道 我睡了多久了 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 柳如解释道 我捉了几只鬼将 帮你反补了魔脑 过程对你的灵魂有些冲击 所以让你陷入熟睡了 莫凡说道 难怪 差点以为自己又穿越了 柳如满脸疑惑 穿越 莫凡急忙问道 嘿嘿 不说这些 我好像魔脑确实恢复了 对了 张小侯他们呢 柳如手掌缓缓地打开 手心里还真捧着一只 如水晶一般 晶莹剔透的红色小蝙蝠 你放心 我在张小侯那里 留了一只小蝙蝠印记 他会带我们找到张小侯他们 莫凡现在最关心的是这个 王林军团到哪了 柳如说道 离内城墙大概还有六七公里 我们现在离内城墙 大概四公里的样子 你妈 王林军团就在两公里外啊 柳如笑了笑 没事 很快的 柳如行动速度极快 他拉着莫凡 在街道 楼房之间急速狂吃 莫凡很不怕死的回过头去 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原来王林大军 已经吞没了谷都半壁和山洋 外城墙早已经消失在了 茫茫的黑色汪羊里 莫凡声声音地转回脑袋来 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咦 你的小蝙蝠呢 柳如半拽半提 像跨栏一样越过了一座人形天桥 他好像找到张小后堂了 跟我来 莫凡被颠簸的人都不好了 那一排排整齐的高耸路灯 变成了他的空中高速公路 我说 我们能不走路灯吗 奇怪 他们好像滞留在这里有一阵子了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前面有个公园 我们过去看看吧 走入到了这个 画风于古都迥异的公园 很快便看到了几个华村的村民 很奇异的是 附近就有几只俯师 这些俯师离甲山中躲藏的村民 不过十几米的距离 他们却对村民熟视无睹 这要换作其他活人 早就被抓出来吃掉了 莫凡远远地看着 很是意外地说道 好像这些亡灵 也不攻击微居村的人 柳如说道 但也不是永久的 他们每个月都要接受 昆景之水的洗礼 否则庇佑就会淡去 对了 从你找到我开始 就有人在跟着我们 没路过面 柳如说道 对 但他还留给我过血迹 莫凡还没从上一个愣愣回来 这回又愣了一下 送你血迹 什么时候 是谁 柳如一脸猛蠢地说道 啊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 柳如话还没有说完 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闯过来 是我 莫凡非常愤怒 决定要亲手 在那些黑教廷畜生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 419话 莫凡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对这名男子有一些印象 正是那700人潮之中 抱着男婴的人 他将自己孩子 交给了一位大妈 自己则站到了人群外围 柳如没带一锁 目光露出了敌意 方果 好家伙 这方骨甲装成普通人 藏于人潮里 甚至还抱着一个男婴做伪装 莫凡更是惊讶 他就是方骨 方骨缓缓地走了过来 小姑娘 别紧张 我不会威胁到你们 莫凡对柳如说道 柳如 先别激动 听她说完 看来事情一定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多了 方骨一字一句地认真回答道 我得先澄清一件事 微居村其他六村村民的死亡 与我无关 柳如瞪着眼睛 除了你还有谁 方骨平静地回答道 黑教廷 而提到黑教廷莫凡的反应 绝对不正常 莫凡神情沉冷了下来 继续说下去 方骨叙述道 黑教廷知道 昆井泉水能让让亡灵白天活动 他们屠杀六村 集中昆井之泉 并且调配出九幽之路 混杂在雨中 然后发动这场亡灵浩劫 方骨直接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将华村留守的人全杀了 带走华村的昆井之水 莫凡反问了一句 有那个必要吗 方骨说道 仇恨只可能放大 不可能放下 方骨指了指空气中飞舞的 那些小红色蝙蝠 哦 你的小探子回来了 柳如用手去接 将小红色蝙蝠放在了耳边 听着他们小声的呢喃 没多久 柳如便用一双疑惑的眼睛 看着莫凡 他低声说道 他们说 附近假山后藏着黑色畸形猴脸怪 再等某人自投罗网 黑色畸形猴脸怪 莫凡感觉这个描述在熟悉不过了 方骨说道 黑触妖和诅咒触妖 他们想要华村的昆景之权 莫凡说道 你可以现身说这些 是知道我跟黑教廷有仇 方骨说道 嗯 告诉你一件事 三年前 我村大量泉水不知足 没多久 博城灾难久爆发了 莫凡双眼突然间充满血丝 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是说 他们以博城作为实验地点 方骨点了点头 听到这个消息 莫凡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可怕的杀气 你想要什么 方骨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 黑教廷是冲着我来 你的法师朋友却被牵连 我们联手 你救他 我杀掉黑教廷追兵 方骨见莫凡不回答 继续问了一句 如何 莫凡摇了摇头 声音如寒铁一般 你帮我救出我朋友 我要亲手宰了那些黑教廷畜生 充斥着刺骨之冷的杀意 畜生 这般黑教廷的畜生 他们竟然以博作欲演之地 整个博城难道就是一城的白老鼠吗 老天爷能瞎了狗眼 容忍这般畜活在这个世上 莫凡也绝对会一个一个 将他们送到十八层地 茶碗狠狠地被摔吹在地上 一间茶庄内 响起了咆哮之声 真是一群酒囊饭袋 茶庄老板唯唯懦懦地笑着 大致是息怒 已经有一位蓝衣亲自出手了 确保万无一事 茶庄内男子怒道 哼 一只虫子都对付不了 等盛典结束 把那个愚蠢的黑衣叫涂废了 茶庄老板笑呵呵地说道 是 确实是他办事不立 到我们尽快补救便是了 这件事你给我盯紧了 有什么情况直接给我汇报 茶庄老板依旧笑如生意之人 大致是放心 我办事从没让撒朗大人失望过 他见到虎金执事已经要踏出门口 声音这才慢悠悠地跟上道 还有一件事 大致是 有屁快放 茶庄老板说道 我的属下来报 那个携带着地圣权的小子 莫凡也出现了 虎金大致是顿了顿 一把手没有去在意 哼 矛头小子 无需理会 等圣典结束了再来收拾 他可让我们在魔都的弟兄们损失不少 我说了 等圣典结束 不要让我说第二次 是 遵命 一群黑触妖从两旁爬出 数量达到七八十只 围着莫凡和柳如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四百二十话 一土公园 几只亡灵仍旧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公园正大路上莫凡满脸的煞气 一头的青筋 换作平常 发现活物的这几只辅尸 一定会一下子冲上去 好天宝他们永远都不会捧肚子 可对方身上卷起的寒气 却让这些小亡灵们不敢轻举妄动 莫凡静直地朝着公园内走去 明面就是一个水池喷泉 里面漂浮着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正被池水浸泡着 飘过水池喷泉 便是一片假山和小密林 树木其实都是枯的 唯有一些四季长青的灌木丛 看上去还算茂密 也正是在这些茂密之处 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正晃动的 柳如在莫凡耳边低声说道 左边有四只 右边有三只 前面应该还有一群 但气息没有这气质来得强 张小厚 苏小洛他们就在公园纪念碑呢 莫凡点了点头 大摇大摆地顺着主刀往前走 那几个在假山附近的村民 很快就看到了莫凡 脸上都露出了差异之色 其中一名叫做李凯的村民说道 怎么是你 莫凡阴沉的脸上挂起了笑容 一脸无所谓的打起招 怎么不是我 我来找张小厚 李凯急急忙忙地说道 他 他不在 你还是赶紧走吧 这里没你什么事 莫凡大步往前 一眼就看到了那阶梯状的纪念碑 瞎说 他不就在那吗 苏小洛 张小厚 谢桑 洪俊 以及另外五个村民 都坐在纪念碑下面 一副正在这里歇脚的样子 我说你们哪 亡灵大军都快吞没过来了 还有心思在公园玩呢 来来来 赶紧上路 他们也看到了莫凡 脸上满是诧异之死 柳如紧跟着莫凡 这条笔直的鹅卵石鹿两旁 全是高耸的断木丛 他飞快地低声道 七十 不对 八十 更多 人大概有 八个 不对 是七个 不对 是八个 莫凡一边保持着笑容 一边谨慎地问道 七个还是八个 柳如这次非常肯定地说道 八个 其中有一个气息隐藏得非常好 实力在那七个人之上 最让莫凡心惊的是 所有中阶法师 都无法逃脱柳如的嗅觉 这人必定是高阶法师了 莫凡继续往前走 他能够感觉到 周围两旁半木丛 确实有东西 蠢蠢欲动 柳如认真地说道 哇 你 方鼓三个人联手 应该能够对付高阶法师 莫凡说道 没事 我还有吉星狼和小炎姬 我们是五个 嗯 总之不能拖太久 否则我们都得被亡灵大军吞没 放心 他们也想速战速决 一个奸细的声音 从纪念碑后面传了出来 这人是谁 该死 怎么会是他 他是那傻子的朋友 奸细的声音 冷漠说道 直接杀了 我可没空奔小虾米浪费时间 也好 若是被他坏事 下次要逮住方鼓就难了 谢桑说道 原来是你们那 吓我们一跳 方鼓一直对我们村的人群追不舍 莫凡笑了起来 村长 你这人不厚道啊 你不感谢我们护送之情就算了 竟然选择和畜生勾结 村长愣了一下 不厚道 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 那茂密的灌木丛 传出了一个奸细的指令 动手 一群黑猪妖从两旁爬出 数量达到七八十只 他们深深去畸形 提包骨头 舌头格外的心红与其长 红红里充斥着地狱恶鬼般的 不怨与贪婪 柳如不禁铭紧了嘴唇 一副厌恶至极的样子 好恶心啊 莫凡说道 想知道来历吗 莫凡平静地给柳如描述道 他们都是活人堕落变的 随出生主人一起作恶 柳如说道 这种东西 还是连灵魂一起超度掉好了 纪念碑后 一名穿着黑红色雕衣的女人 走了出来 哥哥喽 竟然还有识货的人 看来对我们黑教廷相当了解吗 不如老老实实的 也许我能大发自卑地饶你一命 这位女装大叔 不要奸笑好吗 我快要吐了 小子 你会痛不欲生地悔恨自己 说过这句话 雕衣女侍是杀气凛然地说道 给我杀 她冷冷地注视着莫凡 自己却不出手 有七名黑衣教士 以及那么多黑处妖 解决这小子 搓搓有余了 柳如伯梗直接被切开了一条深深的口子 惊得苏小洛都尖叫了起来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21话 莫凡说道 超度了他们算是积德了 再投胎可别长成他那鬼样子 雕衣女子被气得搭不上话 不生气 生气长皱纹 不生气 生气老得快 旁边的村长谢桑可就急坏了 颤颤巍巍地对莫凡道 她可是黑教廷的蓝衣之士 这是和你无关 别害了我们村的人了 村民李凯也急忙说道 是啊 她要抓的人是芳谷 芳谷就是害我们的人 她是在帮我们 莫凡听到从村民那里传来的骂声 倒是一点也不生气 蓝衣之士 够资格祭奠国城的亡魂了 第一只渴望表现自己的黑触妖扑了上来 莫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身后的柳如 却一下子闪到了她的面前 身姿鬼魅飘逸 柳如手同样成长 虚空一扬 顿时舞蹈深深的血盲沿着空气不睡 直接将这只冲动的黑触妖给撕成了好几片 这黑触妖都还在半空中 身体已经变成了好几块落在了柳如的脚边 其中一名黑衣教士大声呵斥的 上 全都上 一时间 黑色的身影在周围极快地篡动着 这般喜欢偷袭别人的黑触妖不愿意正面出击 总会借着同伴的牺牲来投机取巧 他们要攻击时 往往都会先从一个脸 跳到一顶 紧接着飞扑袭击 这一大群黑触妖 数量再多都没有用 柳如眼睛都不眨地灭掉了十几只 无废吹灰之力 就在柳如分心对付四只左右 夹击的黑触妖时 忽然 一个极快的鬼影略舞 她的身上缭绕着诅咒印记 当这家伙电光火势一般 滑过一种水防的时候 这些诅咒服印全部亮起了邪光 让这个家伙的速度更快 柳如闪躲不及时 白皙的脖梗 直接被切开了一条深深的口 惊得苏小洛都尖叫了起来 雕印女子 见诅咒出妖一击致命得手 冷冷一笑 下一个 就换那个小子了 只是 这位女执事画还在嘴边 便猛然间发现 那个被撕破了喉咙的女人 竟然力量大的惊人 右手抓住了 那只偷袭她的诅咒出妖的脚踝 将还在半空中的诅咒出妖 给活生生地抓了下来 然后抱摔向水泥倒露 水泥的直接砸烂开了 那只诅咒出妖 头壳都碎了一半 脑浆从里面流了出来 这诅咒出妖 也是命如蟑螂 脑壳碎裂了 都没有死 但柳如不会 给这歹毒狡诈的家伙 挣脱的机会 手掌心上 幻化出了一柄弯跃形的血刃 狠地往诅咒出妖的脖子上 斩了下去 血刃直接将诅咒出妖的头颅 给斩了下来 紧接着柳如便如 踢一个破皮球一般 将这脑袋给踢了出去 精准地命中了另外一只 打算出手的黑出妖 这一系列动作下来 柳如脖子上那一道伤口 已经神奇地愈合了 没有一出一滴血 甚至皮肤如同刚才一样 白皙而有弹性 其他几个黑衣教室 却是看得有些傻眼了 这还是人吗 女执事还算是有见识的 竟然立刻判断出了柳如的身份 血 血足 随后带着几分怒意道 别浪费时间 红筒出手 快给我宰了他们 莫凡见柳如 直接斩了一只 战将级的诅咒出妖 同样满脸惊讶 你好像又变强了 柳如回答了一句 嗯 你的血液很特殊 每个一段时间 都会让我蜕变一次 莫凡心想着 这么厉害 看来我再不济 也靠卖血发家致富 莫凡描画起了 召唤戏的契约星图来 小颜姬 你出来帮助柳阿姨吧 果然不出所料 星图才描画到一半 小颜姬就自己 从契约空间中钻了出来 莫凡早有防备了 所以在第五道 星轨要完成的时候 就自己断了 小颜姬跳了出来 小脸颊上写满了期待 就是要看莫凡那副 无语坑爹的样子 结果到高一尺 磨高一丈 下子脸颊气鼓鼓的 眼睛里就在说 本宝宝很不开森 莫凡只是对小颜姬这样说道 上吧 不用手下留情 小颜姬就是浑视小魔女 一听到这个约束解除 浑身蔑视结颜 就如火焰风暴一样 席卷了开 柳如是一个一个杀 杀得细腻 杀得精致 完美地保存自身体力 莫凡命令到 小颜姬 附体 莫凡心图描画完成 双脚踏着熊熊窜起的烈焰 头发与一睛 都随着热气而飞扬起来 允全 九胶 火焰焦龙飞舞 女执师被九胶火焰 狠狠地撞拍在了 纪念碑旁的一面刻字墙上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 422话 小颜姬就不讲道理了 恨不得把全身的火焰 都释放出来 制造一场堪比 天洁火焰那样的 毁天灭地的火焰盛宴来 没多久 黑处妖就死了一个大半 剩下的一些遍体烧伤 离得小颜姬好几百米 女执师看了一眼 亡灵大军越来越近了 黑色的汪羊 尽管还有一两公里 却已经近在咫尺一般 黑压压吞天视地 女执师狠狠地骂了一句 一群没有用的东西 女执师脑袋微微抬起 那双瞄着浓妆的眼睛里 绽放出了冰蓝色的魔光 星途继续出现在 女执师的不同的位置上 那些星途与星途 又交相辉映 即将编织成一个冰雪星座 高阶冰系魔法 莫凡见状马上让小颜姬附体 女执师冷冷地念出了 冰系高阶魔法之名 冰封灵鹫 莫凡星途描画完成 双脚踏着熊熊窜起的烈焰 头发与一惊都随着热气而飞扬起来 全身烈焰旺盛到了极点 已经焚烧的 连诅咒出妖都不敢轻易接紧 允泉 九娇 女执师在看到莫凡 描画星途的时候就暗自冷笑了 她以为速度更快地中间魔法 便能够阻止自己的冰封灵鹫 可是 随着莫凡烈焰的气势暴涨 狂到了连自己的冰霜气场 都好像要被掩盖的时候 女执师顿时惊慌失措了起来 冰封灵鹫高阶魔法戛然而止 女执师看了一眼 站在自己面前的两名黑衣教士 他们分别使用了光诱与炎杖来保护自己 可这一刻 女执师已经嗅到了毁灭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两个中间防御魔法 根本抵挡不住对方的攻击 火焰狂焦发出了一声咆哮 声音叠加在一起 震动公园都掺了起来 火焰骄龙飞舞 横跨过了那些到处乱爬的黑触妖 却实在没有沾到他们身体的情况下 将这几只黑触妖给直接蒸发了 狂躁的火焰能量撞向了 挡在女执师前面的那两名黑衣教士身上 同样的 在中阶防御魔法之声的情况下 这两名黑衣教士在火焦呼啸之下 把火焰的那光诱与炎杖的中阶超强防御 在火焦面前形如虚射 全满火焦扑涌 直打女执师面前 女执师还算反应快 换出了一个零冰之盾 莫凡的允拳划破了公园上空 焚尽了所有的植物 直到撞在了女执师的零冰之盾上才 终于有气势减弱的迹象 霸道的烈焰在冰盾上冲开了一片散烈 女执师连人带盾都倒滑了出去 被九娇火焰狠狠地撞拍在 纪念碑旁的一面客字墙上 客字墙直接化作粉碎 而女执师被轰出去的这条道路上 更出现了一条长长的烈焰沟壳 胶阻遍地 一片烧起来的空木凛凛 女执师凌冰之盾尽碎 洒落在了她的周围 她浑身发抖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头发和雕衣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口中更是满是从胸腔之中撞上来的气血 一出嘴唇 莫凡双目血丝与烈焰并存 那憋在胸腔中的怒火 怦然狂亡 好好的人不做当畜生 非叫停的走狗 我见一个杀一个 火焰再一次焚起 猎拳 九胶 蛟龙火柱喷涌而出 扩散成了一个九龙火扇形 龙将四箭 猎心飞射 女执师恼羞成怒 莫凡拳头中喷发出来的九道龙柱 已经袭来的时候 她才勉强幻化出了冰锁 冰锁在火龙柱内全部化为了碎片 火浪再一次将它掀飞 卷到了街道上 女执师摇摇晃晃地 从公园栅栏处爬了起来 皮肤都被烧得焦烂了 该死 若是我的水系也修到高阶 对付这小子就一如反掌了 随后对五名手下尖叫道 你们这些蠢货 还愣着做什么 给我灭了他 那五名黑衣教士早就看得呆傻了 这火系法师第一拳的威力 对他们这些小法师来说 就是毁灭性的呀 莫凡还真没有见过 他更弱的高阶法师了 就在莫凡杀意凛然之时 一个显得几分怯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助 助手 红俊手上握着一柄笔手 架在张晓后的脖子上 全职法师漫画解说423话 这火系法师第一拳的威力 对他们这些小法师来说 就是毁灭性的呀 可是不出手的话 他们也全死在这里 于是指挥诅咒出妖的指挥诅咒出妖 描画星图的描画星图 很快褐色头发的黑衣教士 完成了木系的魔法 绿色的植物藤 在他的脚下缓慢地生长了起来 同一时间 一个暗红色的身影 诡魅地出现在此人的身后 一双冷漠无情的眼睛 正俯视着这名植物系法师的头顶 暗红色身影闪电出手 鼓手直接抓住了此人的脑袋 宛如捏西瓜一样 将他的头颅直接掐爆 这名植物系法师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爆出来的眼珠子掉落在底上 还处在一个扩大状 似乎在很努力地看清楚 是谁杀了他 另外四名黑衣教士 可都在描画星图 都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被溅了一身的血 其中一人转过头 赫然发现一个浑身充斥着 血怒之状的钢铁骷髅 站在了那里 暗红色钢铁骷髅残暴至极 又抓住了一名黑衣教士 竟然用蛮力 将这名黑衣教士给撕成了两半 不远处的两个村民 看得都差点吓昏过去 他们见过死人 可没有见过死状这么凄惨的 钢铁骷髅手段雷霆 瞬间秒杀两名黑衣教士之后 他忽然间将手臂狠狠地刺出 那骨质的手臂赫然化作 长长的血骨之枪 一下子又洞穿了 另一名黑衣教士的胸膛 随后暗红色骷髅像扔垃圾一样 把那名黑衣教士甩到了地上 任凭他生命与鲜血慢慢流逝 剩下的两名黑衣教士 反应还算很快 急忙调遣回他们的诅咒出妖来救假 两只诅咒出妖 还算返回得及时 分别扑向了暗红色钢铁骷髅 头颅和大腿 想要用锋利的爪子将它切碎 刺耳的金属声传出 那两只诅咒出妖 简直是打在了钢铁上 仅仅在暗红色钢铁骷髅上 留下了一个浅痕 暗红色骷髅双臂 迅速地幻化成了骨锤 骨锤高高地举过头顶 狂暴地朝着 这两只叠在一起的诅咒出妖锤去 碎片和血肉一起减开 两只诅咒出妖 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 他们也化作了肉酱 填满了这个被砸出来的坑洞 如此暴力与血腥 这两名黑衣教士没有能够姓名 死无全尸 正在与另外几只诅咒出妖缠斗的柳儒 倒是满脸惊讶之次 小颜机清零的声音 在莫凡耳边响起 他在告诉莫凡爸爸 新的导弹已经装填完毕 随时等待反射 莫凡嘴角勾起了一抹冷酷的笑容 好好好 一会就在让你大展身手 他眼睛注视的内容 正在苦苦施展防御魔法的女之士 高阶法师 还真没有见过 与他笨落的高阶法师了 就在莫凡杀意凛然之时 一个显得几分怯弱的声音传了出来 助 助手 红俊手上握着一柄匕首 架在张小厚的脖子上 我叫你助手 否则你朋友就没命了 张小厚仍旧那副呆症木然的神情 即便有利刃就在他脖子上 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莫凡皱起眉头 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此人 苏小洛大怒地呵斥道 红俊 你做什么 村长谢桑也一脸不解 他看着突然间对张小厚下手的红俊 急急忙忙说道 红俊啊 你这是做什么 莫凡确实一眼就看透了 脸上满是嘲笑 村长 你还没搞清楚吗 还想要他的命 就乖乖地别动 众人都看呆住了 女侄是突然间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做得好 做得好啊 没想到吧 让一个小小的灰衣教徒 掐住了你的命脉 小小的灰衣教徒